在电子和非电子出口的带动下 我国11月份的非石油国内出口 年比扩张24.2% 创下近10年来的最大增幅 也是连续12个月取得增长 新加坡企业发展局 今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我国上个月的非石油国内出口 年比增长24.2% 延续了10月份的增长势头 经季节性调整之后 月比则增长1.1% 在中国大陆 台湾和韩国的出口带动下 我国对十大市场的出口整体上升 但是对泰国的出口则下滑 上个月的非石油转口贸易 也在电子和非电子出口的带动下 年比增长20.7% 总贸易额也在近出口增长下 扩张31.6% 经季节性调整之后 总贸易额超过1034亿元 比十月份来得高